大灯火中你将看到 头皮搔羊就用手抓 竟然抓出真菌感染 教你一个洗浴方 直氧去蟹超舒爽 头皮上厚厚的一层头皮蟹 稍微一动就跟雪片一样 这种掉下来 头皮干 嘴唇干 皮肤干裂怎么办 试试这招一用就好 让我们的这个皮肤啊 口唇的皮肤吸满了水分 就非常滋润的 这个方法真的太棒了 皮肤长半别着急 一种食物能帮你 巧手在家做面膜 皮肤光滑又白皙 它是营养皮肤的 一个很好的成分 既可以内服又可以外用 今天万家灯火中 中国中医科学院 广安门医院皮肤科 主任医师宋平告诉您 头皮搔羊 掉头皮屑 背后藏着什么健康隐患 还将教您改善口唇干裂 黄鹤斑 搓疮便秘的小妙招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万家灯火 我是博翠 万家灯火开通了微信公众号 您可以扫描一下屏幕下方的 二维码来进行添加 我们每天会为您发布 最实用的养生小妙招 以及最全面的健康资讯 今天的节目一开始 我们先来做一个小测试 我先来问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 大家有没有过去 比如说头皮痒 或者是掉头皮屑这样的经历 有 阿姨第一个举手 还挺多的 阿姨您来说说 您一般是遇到这种情况 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呢 头痒之来的时候 就是抓着啥啥痒痒就行了 还有没有别的方法 就是把它经常洗一洗 洗一洗 洗洗就不痒了 也对 一般情况下我们头发痒了 或者是掉头皮屑了 一般是多洗洗头 或者是抓一抓 可能会好一些 那么还有没有一些 其他的好办法呢 我们请来今天我们的专家 跟我们大家聊一聊 我们掌声有请出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 皮肤科主任医师宋平 掌声有请 宋主任你好 郭翠你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您请坐 谢谢 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头皮痒 或者是掉头皮屑 我们现场观众朋友说了 经常洗洗头 或者抓一抓就可以止痒了 这个是不是一个好办法呢 我想这些都是可以止痒的办法 但是如果我们一旦出现头皮痒 头皮屑的时候呢 我们首先要看一下 是不是头皮产生的疾病 那么我们可以对着镜子去找一找 如果我们的头皮发红 上面有一些小疙瘩 小水泡 或者是小浓泡 或者是头皮增厚变硬等等 一旦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 说明我们的头皮生病了 这个时候呢 大家不要耽误 一定要到医院去 找正规的医院去求治 所以我们只是洗一洗 抓一抓 就治标不治本 反而有的时候 通过你的这个骚抓 会让你的这个皮肤的问题 指甲上的细菌 对对对 皮肤的问题会越来越厉害 好的 我们来看看这个头皮痒 还有掉头皮屑 它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屏幕 我们来看看 A 说是发质太油了 B 说发质太干了 C 真菌感染 D 洗发水选错了 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认为 是哪一种的 选A的举手 有两位 觉得发质太干 才会引起骚痒的呢 这个多 好 C 真菌感染的呢 没有 D 洗发水选错了 好 都不愿意洗发水 都愿意自己发质 老师大家好像选择 发质比较干 会容易掉头皮屑 骚痒的比较多 实际上引起头皮骚痒 头皮屑的原因 是非常多的 我们看到刚才说到的 这个A 发质太油 我们很多年轻人 他体内的阳气很旺盛 代谢很快 那么头发出很多的油 这个时候呢 头皮的油脂是非常旺盛的 它头皮表面的一些菌 就会过度地繁殖 它就会过度地繁殖 繁殖以后呢 这个菌它会产生 很多的代谢的产物 这些代谢产物 又反过来刺激头皮 就会出现这种油腻腻的 头皮屑 然后头皮还会出现骚痒 这种现象呢 年轻人相对多一点 其实老年朋友啊 刚才我们看到 只有两位朋友 也会有 但是相对来讲会少一些 那么我们现在的很多 这种去蟹的洗发水 它更多的是针对这种 就是头皮油的 然后产生这种 就是过度的 真菌的过度繁殖出现的这种 所以有一些老年的朋友 爱说我用这个去蟹洗发水了 怎么越用越干 越用越痒 越用头皮屑越多 这就是因为呢 我们目前的很多洗发水 是针对发脂太油来设计的 那刚刚我们现场观众朋友 选这个发脂太干的也挺多 因为大家掉头皮屑的时候 会觉得头皮屑也是干干的 是干干的这种 大家就会觉得说 是不是跟我头皮太干有关 有一次我在门诊 还有一个老先生 也是我的一个 很多年的一个朋友 来找我看病 他就是头皮上厚厚的 一层头皮屑 然后呢稍微一动 就跟雪片一样 这种掉下来 非常的痛苦 很多老年朋友 他的这个油脂分泌是很少的 这个时候头皮表面 也会有这种保护膜 当这个油脂分泌减少了之后 它这个保护膜也会受到破坏 那么就会出现头皮的炎症 会出现骚痒 头皮屑这样的现象 所以现在我们发现 头皮肝的人也会出现头皮屑 这个反而还是更多的老年朋友 容易产生头皮屑的原因 就是肝性或者油性的 都有可能会产生 是的 第三个选项 刚刚说是真菌感染 刚刚你也提到了 可能会引起一些真菌是吗 是 实际上我们的这个 目前的研究 认为真菌的过度繁殖在头皮屑的发生 头皮骚痒的发生当中起着很重要的这种作用 那么当我们这个头皮出现很多的油脂的时候 它的营养太旺盛了 这个菌它会很过度的这种繁殖 繁殖之后它产生的这些代谢肺物就会刺激到头皮 那这种真菌不是我们平时说的 像角漆等等这种传染来的真菌 而是寄生在我们身体表面的这种寄生的真菌 那这种真菌能去除吗 这种真菌我们可以去抑制它 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把它完全彻底地去除 因为它是在我们健康的皮肤上也会有的这种菌 但是它的量是应该维持在一种正常的状态 而不是这种过度繁殖的状态下就会生病了 我们有的时候也会发现 比如说我用这个牌子的洗发水 我这个头发就好好的 用另外一个我这头皮屑就多了 所以说洗发水的选择也是有窍门的是吗 所以刚才说到的这个D 我说它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为什么呢 这个洗发水实际上是很有学问的 如果我们用的这个洗发水它是劣质的 它里这个碱性的成分过多 那么它会把我们头皮表面的这个保护膜破坏掉 或者它里面的一些杂质的成分 或者是一些添加剂引起头皮的过敏 那么这个时候呢 头皮也会出现头皮屑啊 会出现红啊 会出现肿啊 会出现肾出啊 等等这些现象 也是在门诊碰到过一个阿姨 她是在街边买到的这个洗发水 而街边买的这个洗发水很便宜 但是她洗完以后呢 哎呀 头皮一下子就红肿起来 然后掉很多的头皮屑 最后头发也是一块一块地脱落 非常非常的可怕 所以我们在选择洗发水的时候 也是要注意 要到正规的这个厂家去买 这种正规渠道来的这种洗发水 没错 老师 中医在治疗这方面 有没有一些什么小的妙招可以交给我们 有啊 中医在这个治疗头皮屑呀 治疗这个头皮搔痒上面是 也是有办法的 我们中医把这种掉头皮屑的这个皮肤问题呢 叫做白屑风 白屑风 白屑就是说头皮掉这种白屑 风呢 是代表这个病的这个原因 是认为是受到这种风热的侵袭造成的 那么在治疗上呢 我们的古人给了我们这个很好的办法 他提到的这个一种药物 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都能看得到的 就叫做侧柏叶 侧柏叶呢 我们大家都知道 在很多的这个绿化的这个丛林里面 都有这个小的这个柏树做成的这个墙围子 这种呢 它就是侧柏 用这个侧柏的叶子把它取下来 用它来煮水去洗头 就有这种凉血 驱风的这种作用 我们来看一下图片 这个是侧柏叶 对 是的 老师 苦参是什么 苦参也是治疗皮肤病的一个 很常见的一个外用的药物 苦参呢 有杀虫止氧的作用 那么我们把苦参煮水用来洗头呢 也可以起到抑制头皮的这种 过度繁殖的菌的这个作用 也可以把这个侧柏叶和苦参的两个 搭配在一起用 一般用的时候呢 侧柏叶我们可以抓两把 差不多30克左右 苦参的一小把几片10克左右 然后用它来煮水 煮出个500毫升 然后用这个煮好的这个药水呢 把它淋洗在已经清洁过的这个头皮上 过几分钟清水冲掉就可以了 好的 这是一种非常不错的方法 那老师 有的人说了说 这种我还是嫌麻烦 可能最近也没时间去药店 家里厨房里有没有什么东西 也能够我们用的 像我们之前也说过一些醋有这个消炎杀菌的作用 醋可不可以呢 哎呀 国崔你机型太好了 我们以前都说过这个用醋可以治疗真菌 所以你就想到用醋来治疗这个头皮屑 实际上确实是这样子的 醋呢它是可以抑制这个真菌的生长 所以呢 我们可以用醋来治疗这个头皮屑和头皮骚痒 那么在这儿呢 我还想再加大一点这个抑制的这个力度 所以呢 我推荐呢可以用一点大蒜 哦 醋加蒜 醋加大蒜 这个味道闻起来可能不是很好闻 这个大蒜呢 它有这个很强的这种抑制真菌的作用 但是呢 大蒜它有很刺激的这个就是它的味道很刺激 所以呢 我们不能用多了 我们一般切四分之一半的这个蒜的量就差不多了 把这个蒜呢 捣碎 捣碎之后呢 加个五毫升左右的家里的这个食醋 米醋 熏醋等等都可以 加上五毫升左右的醋 然后呢 还要给它稀释 我们不能直接拿原液涂在头皮上 太刺激了 我们差不多要稀释加五十毫升的水左右 也就是差不多加到小半杯的这个水的这个量 要把它稀释之后 直接把这个醋 蒜 水的这个液体呢 直接淋在头皮上 淋在头皮上的时候呢 要注意要痒着淋 不要把它弄到面部 这样会对面部的皮肤呢 产生刺激 淋在上面以后呢 用手可以轻轻地去按摩几分钟 几分钟之后用清水冲掉就可以了 是 对于这个洗头的方式啊 很多人就是说法不一 有的人说比如说要天天洗 有的人说两三天 还有人说我一周洗一次头发才好呢 那老师到底我们应该多长时间洗一次头发较好呢 这个洗头的次数啊 实际上是因人而异的 我们要根据我们自己的这个头皮出油的这个量 来决定你多长时间洗一次头 那么如果像我们基本上都是中老年的朋友啊 他的头皮啊是以中性偏干为主的 那么这个时候两到三天洗一次就可以了 如果要是头皮非常油脂非常旺盛 那么一天洗一次也是可以的 但是洗得过勤或者是不去洗头 那么都会引起这个头皮的问题 如果感觉这个头皮啊特别的干燥 头皮发紧 我们还有没有一些什么好的方法呢 如果我们洗完头啊 头皮当时会觉得有一点点紧绷 这个是正常的现象 那么很快呢它就会缓解 因为头皮呢它自然会出一些油脂 这个时候呢它这个保护膜很快就被恢复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不需要任何的处理 但是有一些老年朋友啊 他的油脂分泌是非常少的 他的头皮洗完了以后 总是在这种很紧绷 很箍在头上的这种感觉 那么这种时候呢 我们可以适当地用一点护肤霜 把它涂在头皮上 涂这个护肤霜啊是 因为有头发它不太好涂 是 怎么办呢 我们取一点这个护肤霜 或者说它擦脸油啊 在这个手心取一点 就差不多我们平时擦脸的这个量就可以了 我们要把它滴几滴水进去 把它滴几滴水进去 然后把它稀释 是 稀释了以后呢 把它搓在手上 搓在手上 然后用这个手指腹啊 用这个指腹插在头皮里头 这样子呢 它就不会全都弄在头发上 头发油油的 而头皮还是干干的 我们要把这个油脂呢 要插在头皮里头 这样子呢 很快我们这种头皮干燥啊 紧绷啊这样的现象就能得到改善 其实有的时候不仅仅是头皮干燥 我们经常会发现很多人这个嘴唇特别的干燥 对的 而且很多人比如说上面就一层皮 有的时候稍稍不小心 比如说一笑啊或者一吃东西 甚至会流出血来 是 这个嘴唇特别的干燥 我来问问现场的观众朋友怎么办 我们现在给出了三个选项 有人说啊就直接把这干皮撕掉 B 说是我们涂点唇膏 C 有的人就说甜甜嘴唇 大家一般采取什么样的方法 选A的举手 阿姨直接把干皮撕掉 好 这属于女汉字型 好 B 涂唇膏的呢 涂唇膏 涂唇膏比较多 C 甜甜嘴唇 也有 甜一甜湿润一下 那老师正确的答案应该是怎么做呢 接下来的节目中你将看到 皮肤总是干燥开裂怎么办 快来试试这招 教给大家一个我自己经常用的一个办法 口唇的皮肤吸满了水分 就非常滋润的 这个方法真的太棒了 皮肤总长般暗示什么问题 想要去除该怎么做 我们中医有一个骨方 既可以内服又可以外用非常好 搓疮 炎症 便秘 巧用一种常见菜 轻轻松松就搞定 可以直接把它捣烂 它有消炎的作用 非常好 下节万家灯火继续精彩呈现 我们一个一个看 首先把干皮撕掉 这个有点粗暴 有的时候不小心可能也会吸出血 会把这个好的嘴唇的皮肤给撕裂 那么会造成更大的损伤 所以撕掉干皮是不太推荐的 第二种就是涂唇膏 大部分人都是这样 口唇干了涂一点唇膏 但是郭翠伯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受 我自己觉得有的时候 口唇很干的时候 涂上唇膏它依然会觉得很干 好像涂完之后更容易掉皮 对对对 是这样的 好像越涂越干不知道为什么 是这样 上面好像还有一层 东西粘在上面的这种感觉 很不舒服 所以涂唇膏可以在某种程度上 去滋润口唇 改善它这种干燥的干裂的 这种现象 但是它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那么当然说到甜嘴唇 暂时可以改善一下口唇的湿润度 但是很快水液被蒸发了 拖液被蒸发之后 好像越来越干了 就越来越干了 所以这三个办法 我觉得都不是最好的办法 那老师给我们一个最适用的办法 教给大家一个 我自己经常用的一个办法 因为我的口唇也经常会干燥 那么当我们口唇干燥的时候 我们要准备一小块热毛巾 然后把这个热毛巾敷在口唇上 把这个热毛巾敷在口唇上 10到15分钟左右 是为什么呢 温热的毛巾 它加快我们口唇的循环 然后热毛巾上面的水分 会被我们口唇的皮肤吸收 然后让我们的皮肤 口唇的皮肤吸满了水分 给它补充水分 这个时候我们如果不再去 进行下一步的话 这个水分很快又干了 就和甜嘴唇没有什么差别 那么这个时候 让这个口唇吸满水分之后 怎么办呢 我们要涂上一些烧伤膏 或者是烫伤油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是要把这个口唇吸满的 这个水分要给它存住 而且呢要起到一个 软化角质的作用 在这为什么我说到的是 这个烧伤膏烫伤油 是因为好多朋友 它这个口唇干裂 然后又加上这种撕这个口唇的皮 它有很多的伤口在上面 这个时候呢 我们涂烫伤膏 涂烧伤膏呢 它不会刺激到这个口唇的皮肤 在口唇部呢 涂这个烧伤膏 涂三到四个小时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口唇表面的这种角质 就已经全都软化了 就像一层白沫一样 它敷在上面 这个时候呢 我们用手指的指腹 轻轻地把上面这个软化的这个角质 给它蹭掉 或者我们用这个软的这个牙刷 给它把它轻轻刷掉 刷掉之后呢 用这个纸巾把它擦干净 再涂上一层润肤油 这一天你都会觉得 你的口唇是非常滋润的 这个方法真的太棒了 是的 好 这两天我回去就试一试 老师比如说我们会发现 比如说有时候吃一些热辣的 刺激的 好像对嘴唇也不太好是吧 是的 我们要是经常去吃一些 辛辣刺激的东西 然后经常去饮酒 那么都会加重这个口唇干裂的 这种现象 所以在饮食上也是要有一些注意 是 平时还有哪些注意事项吗 那么刚才既然说到饮食 我们可以多吃一些这种 比如说梨汁啊 鼻气汁啊 甘蔗汁啊 这种养阴清热的这样的这种食物 包括我们说到的银耳 木耳等等这种 它有含有这种胶质成分的 它对我们的口唇的滋润 也是有一定作用的 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有些朋友 他在刷牙的时候啊 这个刷牙的那个牙膏啊 他会弄到这个口唇外面去 弄到嘴周围都是 然后呢 它会刺激口唇 以及口唇周围的这个皮肤 那么国外有文献已经研究发现 这种牙膏刺激引起来的 口唇的皮炎 以及口唇周围的这种 皮炎的几率是非常大的 所以呢 爱口唇干裂 口唇容易有炎症的这个朋友呢 一定注意啊 刷牙的时候要小心一些 这个牙膏的泡泡啊 尽量不要弄到口唇外面来 一旦这个沾到这个口唇外面来之后呢 一定要及时地用清水 把它彻底地清洁干净 然后呢 再涂一些润肤油保护一下 是不然会刺激这个周围的皮肤 是的 明白了 好 不仅仅是这个嘴唇干燥 这个头皮干燥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在我们脸上 很多人会说 哎呀 上了年纪 或者晒了之后 就容易长一些斑点 特别是黄鹤斑 特别常见 针对这种皮肤上的斑点 老师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实际上在我们这个老年朋友 这个皮肤上 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斑斑点点 因为我们黄肿人的皮肤 对紫外线的这个耐受程度 不是很强的 而且非常容易形成这种色素的 这种沉积 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色斑 那么色斑有很多种 像我们刚才说到的老年斑 还有脸上长的这些斑点 还有女同志特别容易出现的 两全部出现的这个 叫做蝴蝶斑 蝴蝉斑 蝴蝶斑 肝斑等等 那么在学名上 我们把它叫做黄鹤斑 那么出现黄鹤斑的朋友 都有比较类似的特点 一个是就是情绪不畅 情绪对这个黄鹤斑的产生 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那么我自己家里面有一个亲戚 他就是因为工作不是很顺心 家里面也不是很平静 所以脸上就长了很多的 这种黄鹤斑 那么随着最后他工作 换了一个工作 工作已经很顺心了 家里面也都非常和睦之后 脸上的这个斑斑慢慢慢慢就颜色变浅了 所以可见这个情绪对黄鹤斑 作用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我们首先要管理好我们的情绪 保持好一个良好的心情很重要 是的 还有哪些要注意的吗 那如果要是情绪靠自我去调节 很难去调节好的话呢 我们可以尝试着去运动 那么运动呢 从中医角度讲 运动可以生发阳气 活气血 可以活气血 它可以改善面部的这种循环 同时呢 它也可以让人变得这种开朗 外向起来 这样呢 对于这个脸上的黄鹤斑 也是有一定的治疗作用的 是 还有等到这个夏天的时候 我们知道那个阳光紫外线特别强烈 注意防晒也很重要是吗 是的 那么大家可能有很多脸上长过斑的朋友 他都有这种体会 这个黄鹤斑啊 它到了夏天的时候 它就会变得明显 而到了冬天的时候 秋冬天 阳光不是那么强烈的时候 慢慢慢慢它又会缓解一些 那么可见呢 这个紫外线 阳光当中的紫外线 对于这个黄鹤斑 这个色素沉着是非常重要的 好 要注意这个 这三点 防晒 情绪 加上运动 老师 防晒和运动 我们都能够控制 情绪有时候比较难控制 还有有的人说了 你看最近就是遇到事了 就是心情不好 有没有什么一些辅助的方法 可以帮助我们 当然自己要去控制自己的这种情绪 我们中医有一个骨方 它对于这种干预气质 干预血 需有一定的治疗作用 那么现在呢 这个骨方呢 它已经配成了忠诚药 叫做家卫逍遥丸 可以去试一试 我们经历名字 就是好像挺快活的 吃起来很逍遥快活 情绪会舒畅 大概比如说 如果情绪不太好 要用多久比较合适 首先呢 我建议 如果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呢 如果有可能的话 还是要咨询一下 自己的这个保健医生 如果要是 自己去用的时候呢 我建议不要超过两周 好的 那老师 有没有一些 比如说外敷的方法 我们刚刚讲了 比如像家卫消耀丸 我们是可以吃的 比如说我们做点面膜 或者脸上敷点什么东西 有没有办法能够改善呢 应该也是可以的 实际上对于这种 面部的这种黄鹤斑 这种色斑 我们中医认为 它是这种 就是血虚 肾虚 主要还是一个虚的表现 那么同时还有一个 是淤的表现 就是它淤质不通 所以这个地方 得不到营养出现的 那么在这里呢 我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个 这个小的中药面膜 我们可以用三七粉 来做中药面膜 三七粉可以做面膜 是的 三七粉我们在药店里 都可以买到 我们把一小只三七粉 差不多三克左右 然后呢 加上一勺蜂蜜 然后再加上一勺淀粉 然后把它调成这个 这种糊状 然后把它敷在脸上 差不多待个 二十分钟到三十分钟 用清水把它洗掉 就可以了 三七本身呢 它里面有一些成分 它是可以这个修复皮肤 对这个外界的这种损伤的 蜂蜜呢 它是营养皮肤的 一个很好的成分 它既可以内服 又可以外用非常好 那么加上一些淀粉呢 这样让这个药物 能够更好的贴附在皮肤表面 它有更好的这种 这种延展性 脸上不仅仅有的时候 会有黄鹤斑 还有一些人 比如说脸上会长一些挫疮 针对这种问题 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吗 我在门诊呢 经常会碰到这个挫疮的患者 这些长挫疮的人呢 它都有一个比较共同的特点 那么就是非常喜欢吃肉 喜欢吃甜的东西 喜欢吃油炸的东西 比较私逆是吗 是的 是的 像这种油炸的东西 甜的东西 还有辛辣刺激的东西呢 它都会刺激我们的皮脂线 产生过多的油脂 所以对于挫疮的患者来说呢 我们一般都要建议它 既辛辣 既油腻 少吃甜的东西 再有呢 就是要注意清洁皮肤 清洁皮肤呢 什么东西都是不能过 也不能够没有 所以我们清洁皮肤的时候呢 建议一天要洗两次脸 不要再洗多了 有的人觉得我脸上皮肤油 出很多油 我一天洗四到五次 实际上越是这么洗 它皮肤越容易出油 所以我们建议清洁两次就足够了 如果要是油脂非常非常旺盛的 我们再加一次 最多加一次到三次 不应该再多了 而且洗脸的时候呢 我们推荐使用硫磺香皂 硫磺香皂来洗脸 那么洗完脸之后呢 在这儿呢 可以有些朋友他会觉得 我用硫磺香皂洗完了以后 脸非常非常的紧绷 这个时候呢 我推荐大家 用硫磺香皂洗完脸之后呢 洗脸水 不要用毛巾去擦 不要用毛巾去擦 我们可以用我们的手啊 去拍这个脸 把这个皮肤上面的水分啊 给它拍干 拍干以后呢 你的皮肤就不会有 很紧绷的这种感觉了 那么在春天啊 野地里头有一种小草 不起眼的小草 叫做马齿腺 马齿腺 我们来看个图 是不是这个 这个是马齿腺的这个图片啊 马齿腺呢 它是一种这个肉质 很肥厚的一种这个草药 那么新鲜的马齿腺呢 我们从地里采来之后呢 可以直接把它捣烂 敷在这个面部的皮肤上 它有消炎的作用 非常好 马齿腺也可以吃 可以直接 凉拌 做饺子 等等等等 有很多的吃的办法 马齿腺它可以清热 润肠通电 对于这种上火的朋友 对于这种大便不通的朋友 都是有一定作用的 而且呢外用它对于痘痘的那种炎症 是有很好的治疗作用 好 感谢宋主任做客 我们万家灯火 感谢我们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啦 健身走有哪些运动要领 我们要怎样融入平时的锻炼中呢 健身走的最主要是达到健身效果 就是在速度 也不是无限度的快 特别对中老年来说 怎么叫快呢 掌握走路运动的1141原则 事半功倍 效果好 明天万家灯火 特邀国家体育总局运动医学研究所 主任医师王光明老师 高中年纪